为进驻香港回归祖国23周年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7月1日上午巴施证 在金子金广场举行申请仪式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主任陆惠宁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写封 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司令员程道响 和政治委员蔡永忠等出席 在雄伟的国歌声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 缓缓升起 这是香港特别行政区 国歌条例生效后的首个回归日 现场来宾在两位歌唱家的单领下 速立演唱国歌 悬挂国旗和区旗的直升飞机 与上空飞过 挂着贺国安立法等标语的船只 在维港缓缓前行 林郑月娥在随后举行的酒会上 致辞时表示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 已于6月30日在港公布实施 它为完善香港维护国家主权 领土完整和安全的制度 踏出历史性的一步 这次的立法被视为 中央与香港特区关系 自回归以来最重要的发展 为完善香港维护国家主权 领土完整和安全制度 踏出历史性的一步 而为香港社会早日回复稳定 作出必要和及时的决定 这个决定有多方面的重要性 它显示中央政府在香港 自去年6月经历了一年 不断升级的暴力和暴乱之后 决心恢复香港的稳定 它显示了中央政府决心保护 绝大多数奉公守法的香港市民 免受极小部分危害 国家安全的人所害 它也显示中央政府 决心贯彻和完善一国两制 这个被香港特区成立23年以来 一直维持繁荣稳定的原则 林郑月娥表示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 是香港走出困局的转机 特区政府会竭尽所能 履知尽责 负起实施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的主体责任 确保达致立法目的 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机制 利益国两制 行稳致远 香港可以长治久安 回顾过去一年 香港发生的修理风波 林郑月娥哽咽道 这是她40年公务生涯中最严峻的考验 她感谢中央政府的信任 以坚信 随着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的实施 困难日子总会过去 香港必会脾气泰来